日本领土的最西端就是与那国岛 但看似风平落尽平安祥和的岛上 这弥漫着紧张气氛 是不是战云密布这群人最有感 已经在这里出海25年的渔民说 其实我根本没看过中国船只出没 但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 碰到中国海警船的几率也迅速升高 2018年遭遇中国海警船让渔民心有余悸 因为炮口就对着自己 尽管CNN向中国查证 得到的答案轻描淡写 只说是例行巡视任务 但透过数据可以看出 30年来中国海警出巡的次数正在暴增 让日方忧心的还不只是海上 光是最近两年 日本军机因共机现宗紧急升空 就增加降近两倍 中国海空入侵之外 还有北韩飞弹动吓 让日本军方如临大敌 就怕一部流审就遭敌军 亲门踏户 有鉴于危机日渐升高 日方在拥有198个岛屿 绵延约1200公里的南西诸岛 逐步增加军事设施 在燕美大岛 宫古岛 宇纳国岛之后 这里也将成为军事重镇 今晚日本防卫省严正以待 但专家质疑 缺少长城飞弹护航 一旦遭受攻击 恐怕患不及及 这也让电驱在此的日本民众 难以暗居乐业 因为跟台湾近在咫尺 云纳国岛成为日本 最具忧患意识的地方 尤其是俄乌战争 再度让民众觉醒 战火无情 以及让当地民众 日子过得胆战心惊 三连新闻众华报导